各位好,这是一系列介绍Goriza与Prolific如何使用的影片的第一步 在这一部影片呢,我要介绍Goriza的界面的样子 还有如何注册Goriza账号的方式 这个界面是进来后,这是我个人的 那在这一大块的网页基本上是分成左右两边 右边是Goriza公司官方他们会不定期更新发布的一些讯息 那左边就是使用者所要可以自行管理的页面选单 那基本上一位Goriza注册使用者的自行建立或维护的专员呢 都在只要是还在线上可以做执行的都是整合在Projects 这个页面里面 那点进来的话呢,是像这个样子 那怎么样在,那这些Projects要怎么样去进行是之后会有几部影片会在分别做介绍 那再回到第二个是Library是自己曾经有使用 但是现在暂时不会使用的一些线上实验或线上问卷的集合 那这些呢,可以当作是之后如果有需要进行新的专案 新的专案大概有需要用到类似的实验或是测验的话呢 可以来自行取用 那基本上在Library里面的收集的内容呢 是只有注册这个账号的使用者才能够看得到的 那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那如果想需要去找到现成的范例呢 Goriza呢,是有提供许多线上实验与测验的范例 像这个Samples范例面它就有提供了很多种不同领域的心理学 或行为科学实验的范本 那使用者或者是即使是未注册的使用者呢 也可以在这里去尝试每个Goriza提供的线上实验 或是实验的是怎么进行 还有去看看他们每一个线上实验跟测验是怎么编辑 那之后也会用其中的一些例子来去简介 一个线上的实验或线上的测验要怎么样去做编辑管理 那接着呢,Blog是Goriza官方会不定期发表一些比较长篇的评论文章 那有兴趣的话呢,各位可以自行去点进去去看看 那OpenMaterials其实是相对于Samples 是由世界各地Gorilla的注册使用者 很多注册者也都是行为科学的研究人员或是调查者 那现在很多人都很愿意就是公开的把自己使用过的一些线上实验材料呢 把它给分享出来 那之后呢,我也会用我自己已经完成的一个研究的专案 来跟各位介绍要如何运用这个OpenMaterials的材料 来去建立自己的专案 那Support就是Goriza官方的线上的文件库 我只要关于你在管理或建立自己的线上的实验或测验 有任何细节上不清楚的地方 大部分都可以在这边得到解答 那之后也会在适当的地方用这里面的资源来做一些介绍 那My Account就是使用者账户自己的一些个人的设定 那相信各位可以能够成功注册的使用者呢 都可以自己来这边来做探索 那最后呢,要介绍一下怎么样要怎么样注册Goriza的账号 那基本上它跟许多的网站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的使用者的话呢 就是从这个SideUp来去点进去 但是呢,我并不建议各位这么做 那我是建议各位 如果你是个别的研究者或是小型的组织 研究者需要收集大量资料的个人或研究组织的话呢 请从这个影片的说明或者是相关的网制呢 我也都有提供一个连结让各位去注册 那透过那个连结去注册呢 你会得,你跟我都会得到 就是要由Goriza所提供的这个Funding Token 因为Goriza的它现在的收费机制是 你每收一位线上受试者的那个资料呢 就需要附一个Token 那如果有先能够拿到一些Token的话呢 就可以替自己稍微省下一些收集资料所要花的经费 那如果说你是在官方网页上面所列的这些学校或研究机构的人员呢 那可以跟你的这个单位呢去联系 问问看如何去使用在这个单位中的那个Goriza所提供的研究人员的账号 好,这是第一部分的介绍影片 谢谢 谢谢 谢谢